你好,欢迎收看7月3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唱歌不只是消遣娱乐,对长辈来说还可以促进身心健康 台东县政府特别举办了以悲气来唱歌活动 邀请长辈们一展歌喉 29号最终决赛,现场饶庆林到场聆听也颁奖表扬了优胜者 同时邀请各组第一名担任8月演唱会嘉宾与巨星歌手同台欢唱 长辈拿起麦克风深情对唱经典台语老歌 浑厚的嗓音表达出浓浓情意 居家唱功丝毫不输演艺歌星 现场宛如大型KTV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以悲气来唱歌活动 邀请长辈一展歌喉 不仅能促进情意交流 还有助提升肺活量 我们越来越慢慢长大之后 我们的心肺功能就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练唱 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然后能够延长我们快乐的时间 以悲气来唱歌活动 经过围棋四天的分区复赛后 29号进入最终决赛 共有44组参赛者晋级 角株活力、乐林、常兴以及同乐 等四组别的歌王歌后宝座 竞争相当激烈 从服装选取到演唱功力 参赛者各个下足功夫应战 也让评审大赞台东长辈太会唱 还好我来了 我才知道哇台东的唱歌水准实在太高了啦 隔了大概有将近20年了 能够重新能够参加比赛 其实心里非常的愉悦 一个礼拜练三次啊 这个像一种运动啊 可以让你练丹田嘛 会活量会好 台东长辈唱得开心也唱出好活力 而各组胜出的冠军歌王歌后 除了获奖表扬外 也将在8月23、24号 一连两天的金曲演唱会 与沈文成、向惠玲等歌手同台欢唱 重拾过往听歌的美好时光 近日沈家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